字幕不太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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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還可以啦 可以賺 好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屈 那今天稍微講一下 痾...這兩隻 這次中華編年史 真正實戰過後的 痾的... 辛... 辛...德...好了 就簡單稍微講一下我自己的感覺 那整體來說 悟空 對我必須承認我覺得我過評了 呵呵呵 好吧我必須承認我有點過評他 就是他在我真正實際使用之後呢 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好 那他會被鎖在 應該會是單開角 除非之後有機會有那種 有機會有那種類似專武用的角色 把他綁起來 不然的話我覺得悟空的話 上線還蠻硬的 就是可能就是只有單開吧 但是這遊戲打手就是 對他以打手而言就是 呃中段班的打手 那發動技能 侯主席無效目前也是要整座權 變成說現在這個也還好啦 就變成說悟空 對我有點過評了 我必須承認我過評 那佐池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的評價是 還算OK就是 呃很好用的坦加上他的輔助功能 但是 呃 當然就大家就會說 那到底 到底 該不該抽 新手到底該不該抽 我自己用過是覺得 呃 真正硬要選 就是你真的很喜歡這一次 你兩個都很想要的話 我還是會 稍微推 呃 悟空 一點點 就一點點 就一點點 佐池值不值得入手 我覺得很值得入手 但是如果你在你目屬性 打手配備齊全的情況下 我會比較傾向優先手打手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 佐池好不好用 好用 強不強 坦 坦爆了 打高難度他們強爆 但是我覺得以新手而言 呃 是不太需要啦 就是除非你 新手時期你就想要打一些很難的關卡 不然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是還還可以吧 那 如果真的要我講心理話 講心理話的話 我覺得 其實這次 呃 開始吧 可能會好一點點 如果你還在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真的決定的話 就是你真的還在看 那我會建議你就 忍下來吧 這次整體的評價是 是不差 但是上限大概就在那邊 不太值得說 真的真的 要深追啦 因為 呃 目前來看我覺得玩起來的感覺是 兩隻的定位 呃 特別角色會居多一點點 所以目前來說 整體的上場性應該是都不會太高 那佐池的話應該都是高難度專用機 悟空的話目前就是 還蠻不錯的打手 但是現在有點無用無之地的感覺 大概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次評價就差不多到這邊 就是 呃 如果你真的還在觀望的話 我是覺得 AB磁個時抽啦 然後票券 票券打一張 把它抽掉 然後加塔的話 加塔就 看你自己 要不要 因為整體來說加塔 大家都知道加塔很好用 有順的前提下加塔很好用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會說 那 大家就這樣 端武喔 那就看看之後端武的 轉當會如何吧 大概就這樣 好啦 那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還按個訂閱 按個分享 幫我輸出 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喔 掰掰